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舍弃什么 留下什么 就这个选择 从民间到舞台的选择 这里边其实是一个学术的考量 在北京舞蹈学院 艺术创作实践项目的大力支持之下 由高度教授任总导演兼艺术总监 带领中国民族民间舞系青年教师 组成创作团队 开启陈湘系列的实施与执行 中国民族民间舞发展的方向 是这个方向 你们培养的学生是要做什么呢 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陈湘是基于高度教授 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学科建设与发展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表演人才培养 以及教师业务能力提升的思考和规划 以此制定整体规划和执行方案 他深刻意识到 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保护 与传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以数年来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 表演 创作 研究等方面的经验 来定位陈湘的艺术走向与文化属性 以高度教授为首的主创团队 并成着保护与传承的心愿 在不断反思与文化自省的过程中 连续三年推出陈湘系列晚会 2017年 黄一华教授任职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主任期间 延续了这一文化理念与舞台实践 推出陈湘四 陈湘五 我已经就觉得太丰富了 我通过看这一台节目 我知道了中国为什么伟大 至今为止 陈湘已陆续推出舞台晚会 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喜爱 陈湘已成为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保护 传承与传播的经典文化品牌 当时给了高老师他们一个建议 就是想做一个传统乐舞的这样一个项目 其实作为我们来讲 陈湘的初衷并不是拿来供大家去欣赏的 首先它要有一定的教育的高等教育的意义在那 它的教育的功效 教育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其中在这个过程当中 将文化本身将你背后所积淀下来的那些历史的 文化的民俗的仪式的宗教的所有的这些生存的一种现状 通过你的动态行为能够让观众慢慢去思考 慢慢去认识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可以深发很多可能性的一个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因子 所以它也是在平衡着我们的研究和创新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天平 那么仪式宗教节日的淡化会带走一部分 就是民间会慢慢的会被这样的一些时代的变迁会消融掉 因此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持它原有的 我是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要找根 要寻根真的是寻根守缘 通过我们的学习学生下去采风 老师下去采风 学会来以后 我们呈现在舞台上 是我们要做研究的 是我们要做保护的 中国太富有了 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么富有 就是我们的民间物 它还在动 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 它今天仍然在还有活态的呈现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很少的 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 有上万种民间舞 我们还有活态的东西在今天 依然在在民间流传 在民间这样老百姓在跳着这样的舞 我们不去把它保存下来 谁做 陈湘是一场民族传统乐舞传承 与发展行动研究 它立足于中国民族舞蹈文化的保护与继承 尊重传统 追根溯源 陈湘以置为本色纯粹的形式 向那些伟大的散落四方的无名舞者致敬 再献他们对于大地 对于生活最为本真的感悟 穷水之源则成澈 穷木之根不深茂 原生的民间舞如沉香之一半 历久而永方 千百年来的历史积淀 中国广袤的土壤 孕育出了无尽绚烂的舞蹈文化样态 伴随着时代变迁文化变迹 大量丰富的中国传统民间舞蹈 在重复被边缘化弱化的过程中 面临着消失 断裂 转型和文化困境 基于国家对中国传统的文化饱和的重视 与权力支持 作为城乡系列艺术总监和总导演的高度教授 强调以文化为本 在还原舞蹈文化场景的同时 进行艺术化视觉调试 着重取交以职业化的身体动态 实现传统舞蹈文化的保护与记者 沉香系列中 呈现的传统民间舞蹈 均来自于百姓生活 取自群众之间 每一种舞蹈类别 依然生存于民众的节日一流之中 发挥起特有的文化功能与职责 提振生命的律动 那么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舞蹈 第二选择的舞蹈 如何在舞台上呈现 咱们的这种结构安排 和包括场景的一种 舞台的美术 和一些方面的配合 舞台设计的配合 实际上都有考虑 我是见过田野的 我都看过这些原始状态的 民族民间舞 在这个沉香的选择上 在沉香的选择 这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那种东西 尽可能的是那种动态比较强的 当然我们也还是尽可能选择 这个国家旗的 非不主要化 传承的这样的项目 来做我们首选 我只有我的一个 一个简单的想法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当 当将来这个民间舞 没有了的时候 我们今天还有这个 最高科技的技术 数字技术 拍摄下来了 还有更高科技的技术 是动作捕捉 给捕捉下来了 因为我们当时去采 采风和老艺人请进来 很多的部分都是在思考的是怎么样 把这个场域换掉 因为在民间的时候 它都是在广场上 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个场域换掉 到舞台上 还能够呈现出这种原汁原味的状态 这个是思考的最多的 那么既然要上台 我们就要有选择 我们要重新选择一台 也就是说将近十个节目 这个量的不同民族的 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这个在选择上 实际上是费尽了脑汁 它还是保存着那原始的状态 那么我以后就是 带着我的队伍去抢救 去抢 我说无论如何 我说拼命地给我抢救上来 它有多少套 我们就学多少套 它有多少套 我们就演多少套 自2014年 陈湘一推出 到陈湘五的呈现 陈湘系列 在执行过程中 发现了大量珍贵的传统舞蹈 也相遇了很多 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和传承人 执行团队 不仅见证了中国传统舞蹈的 文化厚度和力量 更感动于人民 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与热爱 参与陈湘制作的 中国民族民间舞系青年教师们 即执行导演 颠导 教师 学生等多种身份与一身 执念文化保护 与传承的使命 带领学生们 成功实现了传统文化 公共学重现 陈湘执行团队 怀抱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略之心 对民间艺人和传承人的 感恩崇敬之情 小心翼翼地摸索与打磨 只在陈湘中 真实地呈现那份重量与感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地方 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锻炼 起码他学的这一点 他传承的那一个项目 他有一定的整体性的认知了 在这个过程上在陈湘这个这件事情 在这个平台上我是带动一一批团队的这样的一种年轻人 每个班里的班主任来承担这样的一种任务 让他们在这个当中慢慢去体会陈湘 他所具有的文化价值 陈湘一定是会被中国舞蹈史 然后甚至说是中国舞蹈人 特别是民间舞人铭记的一个作品 整个我们的学科发展也好 然后对他的历史价值的探索也好 然后对这种有历史的民间乐舞的挖掘也好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部作品 我们在回过头去看到一些比较传统 和比较具有一些历史价值 或者是艺术价值的一些元素或素材的时候 会让我们在我们日常进行行课的时候 可能更加有地方使的去进行一些教育教学活动 那么既然我们做了这件事 那么我们不如到舞台上呈现一下 那么在舞台上呈现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那么我们以我们专业人的身体 跳这样的东西 就很快地就学会了 很快 我们的学生学起来这些东西也很快 但是你真正找到它这个背后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那些文化价值的时候 那些为什么要跳这支舞的时候 它为这个舞是怎么形成的时候 我们有厚厚的一本书 我们每个城乡都有厚厚的一本书 来记录这个过程 这个是我们值得去珍贵 值得我们去保存下来的东西 特别兴奋 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出发点 而且可以去看到 去收集 去感受到这么多艺人 包括舞蹈作品的一个呈现 我觉得这个既能够贴近我们本身的一种 舞蹈艺术的特性 实践的特性 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学术研究的性质 然后是一种新的尝试 就像刚才徐平老师说的 然后确实是特别的兴奋 《陈湘》系列的推出 是对当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学科建设的思考 是对学科发展方向和路径的审视 也是对中国舞蹈表演人才培养的反思和完善 在陈湘的执行过程中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每一位参与者均受益于陈湘所赋予的文化能量 应该说是舞蹈学院在既传承民族文化 同时又发展民族文化的一个行为 或者是一种实践探索 这个作品出来的不容易 它的坚持 多少的老师在后边的一种推进 质朴的东西 这一点是我们非常非常感动的 我们在优秀的舞者身上看到了这一份传承 优秀的文化 在一群非常专业优秀的人手里进行传承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知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我们没有回头 忘记回头丢了什么 忘记回头丢了什么 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回头 回头来要捡回我们丢失的东西 陈湘就是要干这件事情 就是要回头 要回头干什么 要去捡回我们丢失的东西 丢失的什么东西 丢失的文化本身 丢失的在这个文化的主旨下 主旨下所形成的那种动态 所形成的那种 那种老百姓的智慧的那种动作连接 和形成老百姓的那种智慧的圈舞 队伍 还有一事舞蹈 我们要找到这些东西 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课堂里 我们慢慢的要去渗透这些东西 来完成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些东西是财富 担当吧 说大了点叫使命 然后说当下的工作责任叫担当 我觉得这是一个民间舞员 不能推卸的 所以从格局和身份上对我来讲 这种推动和这种让我自身 能感到的这种身份感 不要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我认为这个城乡它是一个窗口和桥梁 就是说它可能会给人打开一线窗 就是去认识这个东西 至于说桥梁呢 它可能说所有接触这个东西的人 他们之间就有关联了 就是说是我们职业的人下到地方去 或是地方的人上到我们学院来 进行互相的交流和学习 这实际上是一种互动的一个桥梁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东西就活了 《沉香》系列自推出以来 参与过各类国内外文化艺术展演与交流活动 获得了业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2016年10月23日 朝阳区文化馆 特邀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2013级全体师生 以朝阳区社区一家亲品牌活动为主题 携《沉香2》走进基层 以公开课的形式 传播中国传统舞蹈文化 2018年9月 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师生 携《沉香部分》作品 赴澳大利亚孔子学院 进行文化交流及巡演 在向当地群众呈现 中国传统乐舞之余 也开展了中国传统舞蹈教学 与学术交流活动 2018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 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师生 携《沉香》赴华南师范大学 及新海音乐学院舞蹈学院 进行巡演与学术交流 《沉香》的呈现 获得了当地观众的高度评价 2019年6月 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民族民间舞系部队师生 携《沉香》赴中东欧三国 进行巡演 在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三国的民俗艺术节中 与来自俄罗斯 乌克兰 墨西哥等国家的专业舞蹈团队 进行了深度的艺术交流与互动 向中东欧三国 近五万名观众 展示了中国传统民间舞蹈文化的 魅力与厚重 获得了当地百姓的 积极肯定与支持 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掀起一股民间舞的热场 因为他们也是有比较的 就是他们接受了全世界 包括各个地区来的很多艺术团体 我觉得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肢体语言无果结 就是当你在那样的舞台上 呈现出来的那一刻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民 他都能读懂你的热情和真诚 就是我们的学生走出去 去到世界各地 所以他还在持续地 一定要让走出去 让人看到 我觉得将来我想 这些东西还能辐射出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当时演的时候 社会的反响 这种认同 我觉得是非常高的 我们每次下去采风的时候 让我们的人 跳起舞蹈来 给当地的人看 每次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能跳的 我也尽可能的上去跳 我不能跳的 我用我的学生上去跳 给他们去表演我们 感受的东西 我们学习你们舞蹈的那种东西 给他们看 他们看了以后 高兴得不得了 同时呢 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去搜集他们的民间舞 可以重视他们的民间舞 他们觉得不得了 北京来人 来看我们的舞蹈 所以他们会穿上 这个节日的服装 来迎接我们 共性 共情 就是观众的共情 他们真的很喜欢 就是从我们城乡 这样的一种平台 去认识 我们国家的 这种丰富的 多彩的 民族民间 传统民族民间舞蹈 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一直坚持 以传统为本 尊重传统 继承传统的文化理念 以走出去 请进来的方式 实现学科的建设 与发展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文化支援 来自于群众 来自于民间 取自人民 还于百姓 才能真正实现 为人民而舞 多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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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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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